这场比赛我想惊呼球迷一定非常贯重 是这样 来吧 主裁判复明吹响了上半场开始的哨音 各位新浪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浪体育视频 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十八轮 上海绿地生花在主场和北京国安的比赛 8号换铃江 换铃江 这小左脚 发力的前点好球 好球 孟凯木抢前点外脚背一波 冬天能来口小烧吗 这假如是防守 这是50%的球 怎么样 边弄体 百家俊真玩命 这一蹭 这个球 稍微有点烫 但裁判好像没有注意到 只有一点包抄 想打门 这球打的比较贼 来个滑板 对 绿地这段踢的可不好 攻不上去 而且是不是体能也确实有问题 对 对 关键它是中肠的 再来个投球 好的 连江生的话叫做公子精彩 手都漂亮 他那时候个不高 但他点刃的特别好 是 这球弧线再往外撑一点 又是李云座 传得不错 中后卫郑凯木没跳起来 对 我哪一次传中 我这俩大中风光光砸进去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裁判的 不是裁判的 主教练就去衡握 打身后 老体 越位 再进了五个球 再看一下 德阳倒是 你看 陈志招 应该已经出了底线 这球应该已经出了底线 一会看看慢动作 但是陈志招这一下假裁 然后 空 有时候停着一拍 刘白 这简直是太漂亮了 我们关键一会看一看 有没有略味 我当时感觉有点略味 已经出了底线了 看看 空着一下 没有 没有 然后右脚马上一投 受到命运旅行的 这下你生还投入了 没事 我妈四打四 够香 有了 哎呦 吃这招 哎呦 怎么脱了 哇 一定要大庆祝 褲啥也脱 最近好像是 不 这哥们连续两场比赛 因为动了一下 蹭了一下 看他左脚空的还 哎 这次球阵迷的霸道太近了 这才哪儿到他 哎呦 脆 这个球 小个儿 朴城也进球了 朴城 你说这个儿进得头球 打花了 生花 我觉得 那这胜空一点没悬念 如果说上半场 双方还能扛一扛 下面场基本上 实际上就从35分钟以后 你觉得没有 对 包括下半场刚一开场 生花公路5级 是吧 除此之外 不行 后来朴城据说说漏了 说要让他陪我出去玩一玩 是吧 对 把曼森多吓坏了 他岁数大了 不行 这个不行 主台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上一 主台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上一